華航投資成立台灣第一家本土廉價航空 台灣虎航今天守航到新加坡 許多旅客是搶到來回2500多 2500多塊的便宜機票來嘗鮮 由於要在機上用餐 要另外再點購 空風人員手忙腳亂 也引來部分旅客的抱怨 帶著最簡便的行囊 到台灣虎航櫃台報到 手提行李最多10公斤 拖運650起跳 每一點重量都得斤斤計較 這就是低成本航空 搶到這個是888是最便宜的票價 我特地還要戴這個Tiger的帽子 花2000多塊就能來回新加坡 一百七十七位旅客搭上了 台灣航空史上本土的第一家 廉價航空首航班機 台灣本土第一家廉價航空公司 今天正式起飛 首航是幾乎客滿的狀況之下 旅客正在適應一種全新的飛行方式 A320空中巴士位置還算舒適 但四個半小時的旅程 沒有空中娛樂系統 乘客得自備書或平板電腦打發時間 用餐也得額外付費 滷肉飯加上一瓶飲料 兩百五起跳 有乘客索性自己帶便當上機 雖然台灣虎航宣稱近代外食 但空服人員忙到沒有時間勸導 因為四個人得面對一百七十七位乘客 得核對網路點餐名單 還得忙著現場點餐送餐 就有旅客還被送錯餐 等了快三小時才吃到金瓜米粉 台灣虎航表示 因為現場點餐的旅客比預期來得多 空服人員才會應變不及 往後將加強送餐的流程管控 讓本土聯航除了價格吸引人 服務也跟得上國際水準 記者林政武 郭俊麟 新加坡報導 文 郭俊麟全民